歡迎收看 不分熱天冷天 台灣人真的愛吃鍋 這天來到台南 當然要找家老滋味火鍋試試 挑選了人氣不小的松大沙茶爐 怕排隊太久 所以選在晚上11點 畢竟是為了美食 要有不怕胖的犧牲 點完餐後 當然先取沙茶醬 沙茶醬香醇帶點甜味 而且不會太油 可以再加入蔥花蒜末等等提味 剛上桌的湯鍋 當然什麼料都沒有 湯感覺沒加什麼雞粉等人工調味劑 全靠著扁魚與蝦米 越煮越能夠帶出自然的香氣哦 秘密客習慣先放入菜 才來涮肉 豬肉的油脂夠 煮完後吃起來香嫩微Q 又不吃甜味哦 牛肉就不怎麼樣了 即便外觀紅潤潤 可是幾乎沒什麼油脂 就算涮煮的時間抓得再短一點 吃起來依舊有點柴 失望 再來 推入墨魚漿 漿裡頭好像真的有參入墨魚汁 因此吃起來有一股鮮味 味道還挺特殊的呢 還有還有 台南獨有的魚廁也沒有錯過 因為外型像書廁而有這個名字 煮熟後香潤鮮Q 真的是不錯啊 這裡的麵條 因為店家強調是自己做的 所以也點來試試 煮熟後拌上沙茶醬 有麵香有醬味 香滑好迷人啊 因為這裡的配料全是冰在冰箱中 由客人自行拿取 店家在看盤子的不同來計價 每盤20-200元都有 所以實在很難細問出 每種配料的單價 總之這一天三個人吃完這些 而且每人300元有漲 果然是親民的浮沉美食呢